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 咱们先看一个实验 它涉及了157个国家和21种癌症 结果作者发现与癌症相关性最强的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动物性饮食 一个就是吸烟 而烟草和吃肉对癌症的贡献几乎是相当的 于是当时西方的媒体就惊呼 肉类是新的烟草 那么动物性饮食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使它能够出癌呢 首先它含有动物蛋白 它含有挡固醇 饱和脂肪 还有其他的环境毒素 这些都有可能成为错癌的因素 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呢 我只谈一下动物蛋白的事情 首先人们在培养名里面培养癌细胞 然后呢抽不同受食者的血清 来滴在培养名里面 当我们用肉食而不运动这种人的血清 我们会发现有两个癌细胞被杀死 而肉食又运动这种人的血清呢 它有12个癌细胞可以被杀死 那么如果素食又运动这种人的血清呢 有30个癌细胞被杀死了 那么这个实验告诉我们 素食可以大大的提升我们的血清 杀死癌细胞的能力 那为什么比起肉食者来讲 素食者的血清大大的提升了它的抗癌能力呢 经过多年的研究 人们发现素食者的血液 还有较少的IGF1 也就是类胰岛素一号生长因子 下面我们看一下哈佛大学的研究 IGF1较高的一组 他们患直肠癌的风险会增加2.5到4倍 而患乳腺癌的风险呢会翻一翻 所以说IGF1血浓度越高的人 患癌症的可能性越大 那么什么样的饮食因素 会影响我们的IGF1的水平呢 首先摄入蛋白质会提高IGF1 摄入动物蛋白会大大的提高IGF1 摄入植物蛋白呢也可以提高IGF1 但是同时它会增加IGF1的结合蛋白 这种蛋白质可以抑制IGF1 因此动物蛋白比起植物蛋白来讲 更容易错爱 还有一项实验呢 比较了非素食者和纯素食者 血清里面IGF1和IGF1结合蛋白的水平 他们发现纯素食者血清里面的IGF1 要低于非素食者15%到20% 那同时呢 他们血清里面的IGF1结合蛋白 会高于非素食者15%到20% 所以说根据今天的讨论 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我们要尽量地避免动物蛋白 而多吃植物性的蛋白 尽量避免吃动物蛋白 而多吃植物性蛋白 那植物性蛋白又该如何补充呢 预防癌症该如何吃 首先 摄取高鲜食物 五股杂粮 豆类 蔬果等 每天至少摄入40克膳食纤维 另外 要进行低脂饮食 尤其要避免动物脂肪 每天脂肪摄入量力量控制在10%至15%的热量里面 平时 要摄取大量新鲜蔬果 可多吃抗癌的蔬果 例如蔬菜油 圆白菜 西兰花等 水果 新鲜的蔓越莓 柠檬等 避免酒精 避免吸烟 最好的饮食方式 是纯植物性饮食 我们不需要担心 每天如何补充蛋白质 以蔬果 豆果为主 蛋白质就够了 女人的美丽人生不应该败给大鱼大肉 癌症人生还是选择美丽人生 是时候该好好思考一下 炒接代分枢 飘在大鉄 兼聚 炒放 炒放 状 jump 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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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 炒放 炒氣 炒放 炒 炒 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